各位官員,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主席,我們請張市長 張市長請備選 張市長請教一下,今天有雜誌寫說 所謂的房市大富商房一流 那他說有扣到稅,扣到上億的稅,有沒有這回事? 委員,我們都在查,那剛剛賴市保委員問我們有沒有統計 我們剛剛初步看了,我們本來是正式的統計,1月7號才出來 到目前為止,大概查將近有30案,那補稅1億多 補稅1億多,因為其實我們本來財政部就是有對那個房市講,一年超過6棟的話 那個是原來,那個不算打房 那他現在是這樣,因為很多他都假借人頭,那個三房一流他是個集團 他有那個中盤商,還有那個什麼下流的那個,那個,那個進銷商 他那個錯綜複雜都是利用人頭啊,所以我是希望喔 你們真的是應該要去把查到整個那個資金流向,到最後又回到,回到那個三房一流身上 他利用幾百個人頭啊,我想人家也有跟你們檢舉啊,都有拿很多那個,那個檢舉的資料給你們 那可是你們,我去我了解,好像你們那個,台北市國稅局是說,什麼查無實證不受理啊 我現在是重新喔,用我的名字在正式跟你檢舉過一次啊,我現在把那資料全部送給你們 那整個那個資金的流向喔,查了很久 他是利用人頭,一百多個人頭 所以你不要只激勵,激勵於說,就是只有,他是什麼六戶一個人 那他,人頭分散,很那個,所以應該是要把那個資金的流向去查一查啊 跟我們報告,跟那個六戶是沒有關係的啦 六戶是我們過去規範個人買賣房屋,超過六戶要辦營業登記,要開發票,是那件事啦 但我們這次查的是,短期內交易,那個不限六戶啦 好,謝謝,那我們請陳主委請 陳主委請,張市長請回 那個陳主委你好齁,今天本席有提那個所謂的一個地下保單,保單的一個那個加重刑責啦齁 那其實我認為還不夠啦,因為那個,假如有那個假借那個人頭護的話喔 那你判他刑責是沒有用,你用那個人頭,那人頭去頂罪呀沒有用 所以我等一下還會再提個修正動議,是不是也應該要把它撤照啊 假如說有銷售地下保單的話,因為我們知道地下保單它沒有保障嘛 那而且他們在銷售的過程當中也是有利用很多的一個技巧 那你只有行者沒有用,是不是說假如有銷售保單,地下保單,那被插到的話,是不是應該也要撤照 你講的是那個,就是對那個機構的行政法的部分,這個考慮啦 所以說,這個部分喔,當然 就行政法裡面它有滑環嘛,對阿滑環裡面,那那個對人來講有刑責嘛 那是不是行政法裡面也加重把它撤照 你提的就是說,它這個合法的機構啦,就是保金保代公司,如果它就銷售這個非法的保單的問題啦 這個部分其實應該是可以納入這個行政法的考慮裡面 對,就是這樣納入行政法裡面,是不是也應該把那個撤照把它加進來 因為行政法一般來講都是最重都是撤照啦 但是這中間可能會有什麼停止營業啦,什麼警告啦 因為主要,主要是那個罰則過輕啦 所以它才會換賣喔,才會那麼倉潔啦 其實喔,我是覺得說,業界都知道 只有你們,你們軍管會不知道 因為根據業界透露,今年新成立了40多家的那個保金公司啊 超八成以上都在專賣這種地價保單啦 那主要是銷售什麼香港的什麼國衛啦 還有什麼美西人壽保單啦 還有那什麼昏紅跟什麼投資型的保單啦 那最近都在賣什麼,都在賣那個人民幣的保單啦 那你看已經這麼猖獗了 那根據剛剛我聽到那個,那個有其他委員執行是說 你們是根據人家的檢舉,你才發現到 而且只查到三件 那業界喔,都已經傳了滿天灰喔 四十幾家裡面八成都在賣那個地價保單 那難道你們都查不到嗎?你們都沒有去對這些做一個檢查嗎? 如果妳那個訊息,妳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來進一步查證 好,那我真的想 我們想我們會加強來查,加強來取締啦 對不對,因為都知道滿天灰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而且已經這麼嚴重了 那你們就坐著等人家檢舉 你們有沒有主動去查 到底現在新陳列的這四十多家 他在賣什麼? 你們應該去檢查一下就知道了 為什麼不去檢查呢? 那我再請教一下那個主委 我們最近喔,我們都知道說 很多部分的那個受險公司喔 他的財務都很惡化 那他禁止的切口都超過百億以上 那我們根據我們那個那個 有關相關的一個保險的規定 就是說,假如受險業它資本的次數率 沒有達到百分之兩百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處置? 那到98年底 有國華人壽、國寶、昭陽 還有那個忍雄跟幸福人壽 他有五家一萬 那我們到99年6月 到99年6月 還增加了宏太跟巴黎人壽等兩家 那當然那個國華人壽 我們已經聯罰接管了嘛 那其他的呢 像幸福人壽跟國寶人壽 他那個性質都超過一百億以上啊 那怎麼處理? 那他們有爭資啊 可是他98年10月 幸福人壽他只爭資了三億 那國寶人壽他99年下半年度 他就要增資兩億 那他增資的幅度很小嘛 那這些財務很惡化的保險公司 他都有經營危機啊 那還有一些保險公司群同都破產了啊 你看那個禁止都幾百億 那你們怎麼處理呢? 其實針對這一個整個財務的狀況 我們是有一套監理的準則啦 那他如果說財務到達的情況的時候呢 如果說不是說很理想的話 其實我們會限制他的一些業務 另外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叫他增資啊 那您剛剛提的這些 因為他增資都增資很少啊 你看看那個國華人壽 虧了六百多億 到現在他禁止 似乎六百多億 那他增資增多少 我們現在都是要他 就逐步去增資啦 那當然要考慮到這個 他增資的弧度 是啊 他逐步增資啊 可是他在99年下半都 他只增資兩億啊 好像那國寶 國寶一百多億 虧一百多億 他只增資兩億 那我們叫他 那其他的 其他的 那個就是要 我們是持續要他改善啊 你看 那幸福人壽 他只增資多少 他只增資三億 那其他都不增資 全部不增資 那你怎麼辦呢 不是我們有持續要他改善 事實上我跟你講 從兩年前我在這邊質詢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說 要叫他改善 我叫那個黃局長 我們對這個東西 執行過多少次 你說要叫他改善 那改善到哪裡啊 到白費家啊 有啦 有在改善 剛剛盧委員不是講 他們有來增資嗎 他增資 你虧一百多億 他增資個兩億 增資個三億 對他整個財務 報表的改善 對他財務惡化的改善 根本沒有幫助嘛 那這個東西的話 潛在的 他的經營有危機 那 萬一他出問題 你在他還沒有產生問題之前 你沒有做個適度的 適度的一個 一個去訪問他 去監控 他 是不是限制他 是不是他哪些保險 你應該是他賣保單 都有做 都有做 跟羅緯委員報告 有有有 我們其實我們也針對他的業務 也做一些 增加一些監理 但是其實 我跟羅緯委員報告 其實有的時候 他也是養男 因為 你如果說 你把他業務的限制太單純 他業務什麼都不能推展的時候 他的那個經營的 彈性更小 他的經營的獲利的能力的更低 那這樣他對他財務的改善呢 其實沒有幫助 那另外 後面當然我們也擔心說 他做了一些業務 他再去做更大的冒險 那個損失擴大 所以這個是拿捏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由保險局這邊 他們從專業的角度去拿捏 這個怎麼樣子 來要求他 做有效來改善 從此有效來建議他的業務 我倒真的 我倒想看了 你是不是給我們一份報告 就是你對於這一些 財務這麼惡化的保險公司 那你就好 你要要求他們改善 那他們怎麼改善 你最近 因為他惡化不是現在才惡化 他從那個 從我來立法院 一開始就執行這個啊 三年了啊 那還是一樣惡化 你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啊 你還是繼續讓他 讓他去 就是等於很難天 就已在養在啊 去發行新保單來養 他的這些舊的 那越滾越嚴重 越滾越嚴重 到哪一天不可收拾的時候 那最到最後傷害到誰 那你們的心態都想說 反正到他等他倒掉的時候 也許你們都不在這個位子了 都不在了 所以沒關係啦 拆拆不去死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我現在沒有一個很積極的辦法嘛 那難道當時我們設計這樣一個制度 那到底實行到現在為止 那代表說 根本沒有用嘛 你資本四處是兩百 那沒有 那沒有就是沒有 你也對他奈何不了 那當然你在講說兩難嘛 那你說兩難啊 萬一太重的話 他都倒掉 萬一太怎樣那個 大家這樣 那這個遊戲規則定幹嘛 所以我們現在 你定相關法律有沒有用沒有用啊 所以我們現在根據相關的法令 我們就是一方面啊 要求他這個改善了財務 一方面限制他的業務 那這個是 這個可以說是這個 多方面來這個要求啦 那其實基本上面 我們在想辦法讓他維持一個齁 在現階 就是維持一個是在經營面上面齁 業務面上面是正常的狀態 那不能夠讓他這整個在這擴散出去 這個部分我們是在努力在 那你假設說啦 他假設每一年或每半年 他假設財務在惡化多少 那你們就要做處理 你看他是每一年 他是每一年都在惡化喔 他並不是他累積 其實我這只是99年6月喔 那到目前呢 你到現在已經12月了 那你們有沒有最新的 99年到99年12月 他到底他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新的資料可以再提供給這個 對不對 你在提供給我說到目前為止 他惡化的程度是怎樣 我們未來注意來這個要求他的改善 那再一分鐘喔 我們根據行政院消保會 跟各縣市政府喔 那個受理那個對於這個保險 那個金融保險那個糾負的案件來看 你看看最多的是什麼 就金融保險業 他的申訴案件是最多了 所以從這個圖表來看 這代表他整個相關的業者 在銷售的過程當中 他是不是很粗躁 因為在所有的消費的爭議當中 明年第一名的是誰 就是金融保險類 因為這個喔 這個跟金融海嘯以後的 金融海嘯以後的環境有關係啦 那我們也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也整個在要求改善嘛 你了解這個消費者權益 我們最近非常重視嘛 所以所有 所以你有沒有去看人家相關的業者 他在他整個銷售過程當中 他是不是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努力啦 比如說我們對通路 我們會全盤來管理 我們把我們現在做的努力 再提供給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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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